公佈一下我的歌單喔 李久澤 等你再愛我 各位事情是這樣子的 就在我剛準備要開播的時候 我老婆突然回來了 所以這整個拉慢了我的節奏 我是不知道為什麼一個上班族 6點多下班 8點多才到家 我真的不懂 為什麼 幹嘛 嘴綠才五場太扯 那個動作那麼危險 而且也沒必要 還邊罵人 聯盟有去參考觀眾錄的影片嗎 我不確定他有沒有去參考 但是考量到前面 嘴綠都是只被懲罰一場比賽最多 他沒有被罰過兩場 甚至他貓我們泳池的那一拳 也沒有被罰 直接從一場跳到五場 我認為聯盟已經做到 他們能力範圍所能給予的場次 因為如果你給到十場 假設 球員工會會不會出來靠北 那個動作是真的很危險 但同時我們也要考量到 前面聯盟對他懲罰最多就一場 那你現在變五場 足以證明他昨天這個動作的危險性 他是拖著狗貝爾走 他拉了他好久 你說他如果是這樣子去架了一下 對不對 然後被人家拉開 都算了 他是直接這樣一直拉 一直拉 這才是最恐怖的地方 我認為你要罰他十場 甚至二十場 我都不會說什麼 站在我的立場 因為我覺得那個 就真的是危險動作 聯盟必須要做出相對應的懲罰 讓其他人看到之後不敢再做 但是五場我認為是可以接受的 那先從胡仁這邊開始聊起 胡仁昨天贏灰彈隊 然後我不是發了戰報嗎 下面就有幾個胡粉 開始在問 為什麼不聊一下胡仁 我先想說 對灰彈隊贏球有必要聊嗎 胡仁已經到了 就是贏西區爐主 也要開始大肆吹捧了嗎 胡迷們 你們自己說一下 先來講今天這場比賽 首先當然是我們九分割的部分 我們都知道 達拉斯有一個九分割 那現在胡仁也是有一個九分割 爆砍九分 抓下九籃板 五十五 隊上的球隊是國王 我今天不是說 胡仁輸給國王不OK 問題是你怎麼輸球 國王從來都不是一個防守強隊 他們擅長的是什麼 打快 可是今天胡仁對上一個防守 照理來說不怎麼樣的球隊 單場送出了23次失誤給對方 這是在幹嘛 這是在致敬Michael Jordan嗎 我完全看不懂 然後針對Anthony Davis的部分 我不知道該從何湊氣 今天防守你的是誰 Harrison Barnes It's a bonus And you disappear like this What the fuck 不是說好的第一大前鋒嗎 我們先來看一下他第二節的數據 一籃板一失誤一出手 基本上第二節打了七分鐘 他都在練折返跑 好那我們再來看第三節 Anthony Davis打了六分鐘 零出手 零罰球 三籃板 一火鍋 二犯規 犯規次數 比他的出手跟罰球加起來都還要多 所以說第二節跟第三節 Anthony Davis在幹嘛 有人可以告訴我一下嗎 兩節加起來 大概13分鐘的上場時間 他累積一出手 誰的問題 乾脆去鎖對手的侯還能一換一 我再次強調 我不是說今天虎人不能輸給國王 但是你輸的有點太難看了吧 國王擅長打快 那OK 你如果今天輸球的原因 是因為你速度上面跟不上 因為我們也都知道 虎人是啃腦隊嘛 你速度上面跟不上 你因此輸球合理 但是今天不是啊 你防守不行 你進攻端直接被Harrison Barnes 跟Sabonis鎖死是怎樣 我從來不知道這兩位是防守漢將 如果你是希望 今年虎人有任何轉機的人 我看不到未來 我不會說老詹上場是為了刷分 但是他今天的一些失誤 確實是非常誇張的 他跟AD都死 這傳的比過去MB在季歐賽 遇到包夾石傳的還糟糕 傳什麼 這樣子的失誤方式你要怎麼應求 這邊我們順便聊一下COCO5 COCO5連續兩場已經算打得不錯了喔 D'Angelo Russell用6成的命中率 3分線6成7 單場拿下28分 然後就浪費了他的好表現 我替COCO5感到不值啦 那說到COCO5的話 跟Austin Reeves的問題 我聽到一個國外的Podcast 他講得很好 他說攤開來看的話 Austin Reeves跟COCO5 個人能力都是OK的 問題是他們的能力太相似了 所以當你後場先發是這兩個人的時候 完全就會撞到 這也是為什麼 現在Austin Reeves從板凳出發的原因 COCO5他的打法是怎麼樣 他是靠體能的一個控球後衛嗎 顯然不是嘛 他更多的是外線出手跟中距離出手 然後打擋拆 對不對 Austin Reeves也不是一個靠體能的球員吧 他更適合的也是持球打擋拆 偶爾外線接應一下 所以這兩個球員 勢必沒有辦法兩個同時先發嘛 那不能同時先發的情況下 你等於是浪費了 兩個先發等級的球員的能力 然後你要一個白板凳 同時 因為他們的體能條件不夠好 那你的後場能夠跟得上 其他那些體能勁爆的後衛嗎 所以守起來就會很痛苦 最後我想要聊關於胡仁的部分 撇開我前面講的那些問題以外 胡仁今年目前最大的問題 你知道是什麼嗎 胡仁主場目前是5勝1負 客場是1勝5負 換句話說 他們是完全沒有辦法在客場贏球的球隊 這是第一點 再來 當對手的勝率是超過5成以上的時候 胡仁的戰績1勝6負 對手的戰績是5成以下的時候 胡仁的戰績是5勝0負 這代表胡仁是專門的虐菜隊啊 他的6場勝利 5場比賽都是在虐菜 都是在贏什麼灰彈隊 都是在贏什麼拓荒折中 蝦咖球隊 所以胡仁有未來嗎 我目前是看不到 流馬的部分 我重新去翻了 與七六人的這場比賽 我只能說 Tiris Hulliburton真的是神 他等於是控球後衛的Yokic 百搭型了 但他現在已經不只是百搭 他是完全守不住 他這場比賽 開賽直接先噴了4顆3分球 而且都是高難度的po up 直接把就這樣噴了4顆3分球 各位要想的是 Tiris Hulliburton光一個3分po up 都可以射的你不要不要 然後再來是他助攻的部分 那才叫一個噁心啊 前面有講過就是他的3分po up 是很有威脅的 所以你在這邊打高位擋拆的時候 Tobias Harris這邊他是lowman 他lowman勢必是要出來邪防 因為你看MB多出來 MB為什麼這麼出來 因為你3分被射怕了嘛 所以當你擋拆的時候MB要直接對出來啊 那MB對出來lowman要跟上 否則Turner就直屈籃下嘛 這個時候你在搭配 OB Toppin底角的空切 我就問你要怎麼守 他的進攻讓我看得很舒服 當你的point guard是3分可以隨便拔 然後那個傳球視野又噁心到爆炸的時候 你怎麼守 他有一球超噁心的耶 這球神奇的 因為他知道 Toppin這時候空切過來 所以只要MB稍微去血防 他直接傳到底角 76人的防守策略有沒有錯 老實說我覺得沒有 因為你放空的是離磁球者 最遠的這個底角球員 對上Hilliburton 你完全沒有這個時間會吧 現在看來Kings當初交易Hilliburton 是對還是不對 還是應該交易的是Fox呢 事後再回來講這個是有點 對兩個球員來說都不太公平 因為那個時候的Hilliburton 也不是現在的這個Hilliburton 那個時候的Hilliburton 算是一個非常有潛力的空位 但是沒有人想像的到他會變現在這麼強啊 那那個時候的Fox 各位不要忘記 是剛簽完點心約 然後表現算是他那時候最慘的一個賽季 當時的他不是綽號是龜龜嗎 那那個時候跟龜龜畫上等號 並不是好事啊 所以Fox當時的交易價值並沒有那麼高 交易價值比較高的是Hilliburton 可是他那時候也還沒有續約 然後再加上大家也沒有想到他會成為 像現在這樣子等級的球員嘛 我認為他現在絕對是 東區第一孔 那問題是當初他被交易的時候 他有那麼強嗎 應該沒有吧 如果說好 那我們科幻一點 我們就真的做時光機穿回去的話 那當然不用說啊 我認為我自己的話是一定會留Hilliburton 但是不是說Fox不好 因為Fox後面也打起來啦 只能說雙贏吧 這個交易算是雙贏 因為其實我認為當初沒有交易掉Hilliburton Fox能不能打得像現在這樣子 也很難說 Hilliburton絕對不會是現在的Hilliburton 這個我可以確定 因為Fox一定會吃掉他的球球 Hilliburton需要打的是主控 這筆交易是事後回來看 對兩個point guard來說都是好的 只是Hilliburton的打法 真的是我非常喜歡的空位 因為我很喜歡這種就是保持球的流動 像譬如說Donjic他也很強啊 但是我不是很喜歡Donjic那樣子打法的球 因為他基本上就是一球在手希望無球 他處理球的能力強不強 像剛剛Hilliburton的那種skip pass 他也傳得出來 可是更多時候我認為Donjic就是太年糾 而且他完全不能打無球 所以整體來說的話如果是給我挑 Donjic跟Hilliburton 現階段我會認為Hilliburton 是我更喜歡的空位 Hilliburton或Lamello What? Is this a serious question? 我都不想湊了啦 我們的球三 Hilliburton跟Lamello還用選 Hilliburton 我閉著眼睛一百次通通都選 Hilliburton 我選Trey Young 我有我的樣子 不要臭 不要臭 我家少主耶 Hi Jim 你覺得Paulo跟Vogner這對組合能走多遠 先說一下我對PauloVancaro的看法 我們都知道他今天這場比賽就是 最後投進的那個關鍵球 就是Over Caruso 但我覺得Paulo至今的表現至少這個賽季 我認為還是偏沒有效率 然後Vogner我認為他的天花板很高 但這個組合我不知道搭不搭 PauloVancaro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第一位單打 這個應該是他目前來說 我認為大家認知中他最強的進攻手段吧 好那Yokic的每一次單打回合 他能夠拿下的分數是1.13分 那基本上你第一位單打稍微有點能力的 大概都是1分或是1.9 可是PauloVancaro這邊他是1.84 就真的不是一個很有效率的球員 那這是他Postup的部分 他其他還有比如說單打的部分 Luka Doncic 可是他是單打次數最多的球員 Ok 場均6.74 他每個回合單打是拿下1.26分 很頂囉 Jason Tatum1.24 也很頂 他跟Doncic都算是單打的高手 Dierne Fox也很頂 1.32 每個單打回合只要能夠拿下1分 你都算很猛喔 那PauloVancaro這邊呢 他每個單打回合只能拿下0.7分 大概是什麼水準 Jeremy Graham的水準 等一下 我家大喬為什麼在這邊 這個數據有錯 我家大喬怎麼可能比Vancaro還要差 我家大喬才0.61 這樣不對 SOR有機會新人王嗎 蠻難的 以他的表現 如果沒有斑馬跟沒有獨角獸 他一定是我的首選 雖然說新人王不應該把戰機擺在考量 但是我認為如果底特里活賽的戰機 有因為他的防守而變好 他是值得加入這個討論範圍 但是現階段就沒有 所以儘管他表現再怎麼出色在防守端 我認為都有一點難 但是說真的 他如果明年就是他進入聯盟第二年 直接拿下DPOI 老實說我不會意外 我覺得他的體能條件比當年的Rodman更強 Rodman強的反而是他的球商 你說他真的體能勁爆嗎 沒有 他只是懂得在對的時間做對的事 他的卡位很強 他懂的站位 他懂的angle 而SOR體能條件的爆炸程度 完全是無法想像的 我本來是把他拿來跟Rodman做對比 上一場直播我有這樣講 但是我看完之後我是覺得完全不一樣 而SOR Thomason他現在的球商並沒有到非常高 他如果哪一天練出了Rodman那樣子的球商 4連8DPOI我都不意外 真的 快挺的問題其實也不大 跟虎人差不多就是進攻跟防守而已 有個東西是蠻有趣的 你們要不要猜一下過去五場比賽誰的正負值最差 正負值最出色的球員 我們都登登啊 負70分啊 牛逼